Hello,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大家准时参加我们每周六的教育业现场,我是Enlighting Education,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lie 在提到美国大学的文科专业,很多家长的第一印象可能会是不好找工作,不挣钱 其实非STEM专业的范畴非常广,在很多大学里面,文科专业的选择是远多于STEM专业的 比如商科、人文、社科、艺术都属于这一范畴 虽然我们身处科技当道的21世纪,但并非只有STEM专业的毕业生才能赚得高薪 如果您的孩子不喜欢STEM学科,也并未在这些偏理工的学科上展现出过人的天赋 那该如何引导他们选择适合的大学专业呢 今天的讲座,我们请来了Enlightings最擅长文科专业的Senior Consultant,丁娜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数字时代的文科专业发展前景,欢迎丁娜老师 大家晚上好,谢谢阿丽老师的介绍 丁娜老师好,好的,那么话不多说,下面就有请丁娜老师正式开始今天的讲座 好的,大家晚上好,我是Enlightings Education的资深生学顾问丁娜老师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分享 那我曾经担任过我本科学校就威廉玛丽学院的招生面试官 然后因为我本科的专业背景呢,就是我也面试过一些表示就是计划 想要学习文科的申请人 然后我们今天讲座的这个主题 数字时代文科专业的发展前景 其实我和我本人的这个学习经历呢,也非常的相关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 这里,这一页上是我们今天一个真的 我呢,会从,先从美国大学对文科专业的这个分类开始 先帮大家区别一下不同的类型的专业学习的侧重点 然后呢,我们会分享一些关于不同的文科专业的发展前景 适合的行业等等 那最后我会基于自己的这个学习经历啊,经验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哪些学生呢,是适合学文科的 这是我们今天讲座大概会涵盖的内容 那么在了解具体的文科专业的分类之前呢 我还是想跟大家先聊一聊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文科专业 那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这张图片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答案 就是其实像这个电影里面说的一样啊 就是科学技术是能改变生活的 但是也是有闯获的可能 所以这就意味着说,学习人文学科或者说广义上的文科呢 其实对一个技术高速发展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座分享的主题啊 就是如何在一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学好并且用好文科 我个人对这个主题就是像我刚刚讲到的也非常的有感触 因为我自己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呢 是选择从应用数学专业转到了英文文学专业 那我认为我们现在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需要文科专业的 而且就是恰恰是在大多数人或者说,嗯,绝大多数人都选择STEM专业的时候 就是我认为多了解文科,其实对学生的专业选择呢,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首先你要选择的话呢,你是要非常全面的了解你在选择的这些选项都是什么 其次的话呢,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适合的擅长的领域和现实的需求 这样的一个焦点,其实如果就是细细想的话,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理科的学习 那心理学上呢,有这样一个多元智能理论,就是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那它就是在解释说,其实每个人擅长的学习领域都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的思考方式啊,可能都有个体的差异 那像在这张图上有表明,就是说,那有的人可能更擅长跟文字打交道啊 那或者和抽象的概念打交道,有的人可能就是对音乐啊 对画面的感知力就是更敏锐等等 所以说,那如果这些人盲目的就是跟着大多数人一起说 我要学STEM,我要学CS,我要学理科 那其实对他们的这个长期的职业发展,职业规划来说 是非常受限的,因为这样的专业选择的话 其实没有让他们,没有给他们发挥自己 就是真正的优点啊,真正的长处的机会 那就是非常的受限制 那所以对,至少对长期的规划来说 我觉得对于每个人适合自己的,那才是最好的 最有效果的 那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就短期的话 就只说大学申请阶段 那选择一个不适合自己的专业,对学生也不是很理想 那常常听我们讲座的家长呢,会比较了解 就是大学在看学生的申请的时候,会非常非常注重Holistic Review 大学招生官在读申请的时候,他们会非常非常强调说 我们不是只看申请人的某一个方面 比如说分数,比如说在学校的表现,或者说活动 Holistic Review呢,其实它就是说我们对申请人的评估是全面的 那这种全方位的评估呢,就会包括比如说对学生的Intellectual Curiosity 就是对学生的学术热情上面的了解 学生比如说我们会注意到,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呢 有的学校会要求你填写自己有兴趣的,或者说准备学习的专业啊 有的学校会说只填一个最想学的 有的学校会说你填前两个最想学的专业 那这其实呢就是大学想要从学术上了解学生的兴趣的一个体现 在和普林斯顿大学啊这样的学校沟通中也会了解到 他们其实非常非常的注重,就是了解学生他们学术上的兴趣 那效果在这里截取的呢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Common App申请上面的页面 关于专业的问题,那可以注意到说 虽然大学它明确说这些选择不是binding的 就是说我在这里填写了 比如说我想填我想学英文专业 那你其实如果录取了之后啊就读的时候 并不是要求你说你一定只能选择英文专业 这不是一个绑定的答案哈 但是呢并不是说因为它不是binding的啊 这个答案在这里就不那么重要了啊 这对大学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因为他想要了解这个申请人在学术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这个学生他在申请上面体现的学术兴趣 实际上和他本人就是真实的兴趣 或者说真实想学习的方向不匹配的 或者说是有偏差的 那其实就是会影响到申请的很多方面了 申请最终的效果就是也会打一些折扣 那比如说孩子其实对理科啊 对计算机啊没有那么大的热情 他本身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去学习 那其实他即使是在规划阶段呢 也很难就是全身心的投入这种活动 那最后其实在申请材料上呢 也就是很难展示出真正的dedication 或者说这种投入的结果上来说呢 就很难和那些真正在这种活动中 完全投入的有兴趣的申请人 去竞争这些录取的名额 那所以说呢 我们刚刚讲到的 不管是对长期的发展来说 还是对大学申请本身来说 选择一个真正的适合自己的专业 都对孩子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还是要明确一点 选择学习文科专业 一定不是因为想要选择逃避学习理科知识 或者说我逃避这些现实的考虑 这不是一个逃避学习理科 或者逃避这个现实的避风港 因为说一般的大学呢 其实不管学生选什么专业 他都会要求学生完成一个 叫general education requirement 也就是说通识课程 那这些通识课程里面呢 其实首先呢 就会包括基础的数学课程 比如说微积分啊 线性代数啊 统计啊 包括多元微积分这些 那也还会有就是其他 比如说生物化学物理这方面的 其他自然科学的课程的要求 所以说呢 不管选择什么专业 确实都需要结合考虑自己的兴趣 自己的优势 自己的长处 那还有社会的需求 那选择文科专业 其实需要和选择理科专业一样的 就是努力啊和前期的一种 比较周密的规划 那当然不同的 不同的学生 他们不同的兴趣 可能感兴趣的专业不一样 那需要的规划 可能也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看 美国大学文科的专业的分类 那首先 我们还是先理清楚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这个文科专业的说法呢 其实是国内的 这个教育体系的分类方式 那美国大学里面 其实会把专业 通常会分成四个大类 就是像这个上面写的 Humanities 人文学科 然后Engineering 就是我们常说工科或者工程 然后Natural Sciences 就自然科学 然后最后是Social Sciences 就是社会科学 这里就是我借用的是 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么一个 基本的分类方式 但是其实这个是比较通用的分类 自然科学 就是我们一般说化学 物理数学等等 那工程大家就比较熟悉 我觉得就是计算机啊 生物工程 材料工程这样的学科 那这里面文科呢 剩下的指的一半就是 Humanities 人文学科和Social Sciences 就是社会科学 这里就是我们需要先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区别 就是说大家可能觉得Humanities和Social Sciences 都是文科 但其实就是在美国大学里面啊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 其实学习的内容和这个课程的设置 甚至说有的时候教学的方式可能都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说大学呢 是怎么理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 那我这里还是借用的是普林斯顿大学 他自己提供的一个注解 这里我来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 他普林斯顿大学对人文 对这两个领域是怎么理解的 那对于人文学科呢 他的理解是说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深刻的理解力和洞察力 所以他会更注重对学生的思维训练 比如说阅读能力 分析能力 理解能力这样的 那对于社会科学 大学呢 其实除了对社会议题的要求学生 对社会议题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 那其实更注重的或者说更强调的 是学生呢 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 推动这些问题的改善 就是说impact影响力 其实是对社会科学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 那需要提出比较具体的解决方法 那就意味着呢 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时候 不仅要接受这种和人文学科相似的这个思维训练 那其实需要的是更多的这种technical training 就是他们需要通过学习更多的技术手段 和这种量化的研究方法 这样才能就是用这些工具 然后来能够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那针对这两个领域的侧重点 这么不一样 那大学相对的就会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这种专业的课程设置上也会有所区分 那我们下面可以看一看 就是一些比较典型的社会科学专业 那尤其是一些常常会大家觉得是 它就是一个文科的这种社会科学的专业 他们的课程设置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或者什么样的意想不到的地方 那我们的第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社科的专业 就是经济学 那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的课程里面 是包括了很大比例的关于数学啊 统计啊数据分析啊 或者说然后经济计量学这些数据方面的课程的 因为经济学它本身呢 是一门研究经济活动的学科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经济学专业包含这样的课程不是很正常的吗 因为这个学科的研究方向啊 或者说研究方法就是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下面一个专业可能会 让人比较更出人意料一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更加偏文的专业 就是社会学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一上来对社会学的反应 就是说社会学到底是学什么的呢 就是这个名字好像听起来 好像就是有点信息量 那其实并没有说清楚 它研究的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社会学的定义呢 就是说它研究的是社会结构 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 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呢 我们可能就会相对会认为 社会学肯定侧重的更加是理论学习啊 或者说分析的这样的训练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理论训练的基础上 还是涉及了很多定量分析 这样的课程 比如说有统计方法 有社会学专业内的统计方法 然后还有一个这节课是 定量社会学概论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就是觉得说 虽然社会学这个专业 它是看着是提供了几节 有统计的课程 但是其实也说明不了说 社会学这个专业啊 真的能像理科一样 就是注重这种技术上的训练 其实确实是很多学校的 社会学系 已经把定量研究的这个重要性 提升到几乎是和理论研究 一样的水平了 这一页上面就可以看出说 这个院系是明确表明说 他们的学生和教授 都同样都是 quantitative和qualitative 研究的手段兼修的 所以就是可以看出 其实对定性和定量研究 都是几乎是同样重视的 那虽然其实我们前面 就是包括讲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 这个课程设置啊 这个教学的目的吧 算是 这些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区别 然后也讲到了说 不同的专业可能上课的方式啊 理论课什么这些都不太一样 那其实呢 在学术界现在 就是学科之间的互动啊 然后相互借鉴的趋势呢 其实是越来越明显的 导致的一个结果 现在就是说 学科之间的界限 也是越来越模糊的 那很多比如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啊 人文学科的研究啊 都开始需要借助 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来推动了 比如说我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 东亚研究图书馆 做图书馆档案的这个助理研究员 就是research assistant的时候 那就教授向我表达过说 如果很多史料档案 就是能通过数据库管理 然后检索 那其实就是能让更多的人 能接触到这些资料 然后能了解这些资源 那其实就是研究的效率 会提高非常非常多 这个教授本人呢 其实他是做政治学 就是political science专业的 那他研究的 他在这个专业下呢 研究的是社会关系网络 但很有意思的就是 他自己在本科期间 还有经济学和金融的学习背景 那所以他自己 政治学专业的研究呢 也应用了很多数据导向的 这个研究方法 还是非常的有意思 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趋势 这个跨学科 或者说学科之间 界线越来越模糊的这个趋势 其实不仅仅是出现在 学术研究方面 不仅仅是出现在学术圈 那我们本科生 或者说高中生 也会遇到 就是在申请阶段 很多时候 学生如果能 要先出跨学科的 这种学术兴趣 那也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独特的 这种differentiator 或者说非常有效的 一个差异化的特点 那听过我们之前 关于计算机专业 申请的讲座的家长呢 可能会比较了解 就是今年申请CS专业的 申请人 就是指数性增长 所以说对于 而且大家的这个学术水平啊 不管说是从 标准化考试啊 还是说 学校的表现啊 或者考的AT啊 这些就是 都是水涨船高 所以说 想要申请 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呢 想要做出一份 足够独特 或者说 足够unique的申请 其实是越来越难的 我觉得听我们 常听我们讲座的家长 都比较熟悉 就是大学比较注重 racial diversity 就是说 比较希望能招收 不同族裔的学生 那其实呢 在专业方面 也是一样的 专业方面 也存在这个 diversity的偏好 就是大学 其实并不希望 招收的学生的 学术兴趣太单一 或者说太统治化 那即使是 以同一个专业的学生 就是大学也是希望 有他们互相的 这个他们之间的 学术兴趣 其实是有区别的 因为这个的缘故呢 想要申请理工科的 申请人 在孩子自己 对其他文科专业 也有一定兴趣的 情况下 其实可以尝试 在高中阶段 可以把不同方向的 兴趣结合起来 那用这种 独一无二的 学术兴趣 那像可以向大学展示 一是展示 自己的学术热情 还能展示自己的 学习能力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之前 就是讲座中也出现过 我的同事 Thomas老师也提到过 同学可以通过 学习语言学 和计算机专业 那最后可以通过 在自然语言处理 就是NLP这方面的 研究学习 它最后最终可以 加入Grammarly 就是美国现在 最火的一个 英文写作纠错的 这么一个产品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例子 也是非常有意思 那关于这个主题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要了解的话呢 我们以后也会安排 相关的讲座 那可以请大家 关注我们 每周的讲座的信息 那么我们下面 就讲一讲 这个不同文科专业的 发展前景 那我们首先 可以看一看 这一页上的数据 这个数据呢 是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的 College of Letters and Science 就是文理学院 它目前的 所有再读学生的 专业选择的分布 就是说 它所有这些 大概两万五千多个 再读学生中 大家都是选择了 什么样的专业 这样的一个 数据的呈现 那在这两万五千多个 再读本科生 选择的专业里面 我们能看到 选择最多的第一名 就是Life Sciences 生命科学 这些专业下面 就是可选择的专业呢 其实有 比如说生物学 认知科学 心理学 这些专业 那紧随着 紧随其后 排在第二名的 就是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 这个选项能看到 有8500多名学生选择 因为这个表格 其实统计的是 College of Letters and Science 就是UCLA的文理学院的 所有在读学生 那工业没有包括在 统计内 那其实我们可以提供一下 然后作为参考 那UCLA的工程和 应用科学学院 就读的本科生 其实实际上大概有 3900到4000个人 就是现在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思考这个问题了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学生 选择学习社会科学专业呢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像我们刚刚有看到 提到在社会科学专业的 课程设置里面 有讲到 他这个专业所学习的技能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全面 因为他有提供 就是比如说统计啊 数据分析啊 这样的课程 所以他这个专业呢 其实既培训了学生的hard skill 也培训了学生的soft skill 那这样的话呢 他不仅培养的是 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 还训练了这些 比如说大量数据处理啊 分析方面啊 这样的训练 那这些能力呢 其实我们知道 都是在其他领域 现在非常适用的能力 也就是我们可以常常说的 transferable skills 和转化技能 比如说我们可以具体一点讲的话 文科能带来的这种 可转化技能 就包括沟通能力啊 信息采集能力啊 理解力 然后包括分析能力 写作能力 还有团队写作能力 这个就是比如说 因为在前期 如果需要完成一个 社科方面的这种 调研的项目的话 其实学生在一开始 是不太能一个人 完成所有这些 研究的流程的 就是比如说通过从 从文献综述 然后提出一个问题 提出一个观点 然后数据的采集 等等等等 这些环节 是需要很多的学生一起 就是协同才能完成 这样的一个project 这样一个完整的项目 那所以说团队写作能力 也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知道 其实刚刚所有讲到的 这些soft skill呢 在中长期的职业发展中 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尽早的培养这些能力 也能够帮助学生 在这个中长期的职业发展中 取得优势 那学习文科专业的 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也是非常非常的稳定的 那因为首先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说文科专业 培养的很多能力 都是对人的长期发展 非常有利的技能 在这个基础上呢 就是对这些技能的训练 开始的越早成长的 就会越快 比如说惠普的前CEO Carly Fiorina 他呢其实在本科阶段 在斯坦福大学读的是 中世纪历史和哲学 所以说那他其实 后来从事的工作 可能和这个专业 没有那么的相关 但是他确实呢 就是对自己提到过 对自己这个文科专业的背景 感到非常非常的自豪 那他会认为说 本科阶段的学习呢 让他为生活做好了准备 并且这是一个 就是他在本科阶段呢 受到了这些训练 最终就是会很早地帮助他 学会怎么将大量的信息 浓缩为本质 或者说化繁为简 这样的能力 那这样的思考过程呢 其实是让人受益终生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说学习文科专业呢 获得的技能 其实是终身的技能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是一个 其实是最终找工作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呈现 那对于文科专业的学生来说呢 实际上就是加入行业前端的 或者说这种大公司的希望 其实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渺茫 就是这里是拿经济学 举了一个例子 那这个数据呢 其实是来自UC Berkeley的 一个一个职业发展中心的 毕业生数据 那Berkeley的经济学专业的 毕业生的最大的雇主是德勤 毕业生们的主要从事的工作是 比如说投资啊 金融分析啊 或者咨询行业 那么我们来看看 其他的专业 那这一张上面的数据呢 就是商科专业了 那商科专业的毕业生也是来自UC Berkeley的毕业生 他们最大雇主有EY 然后还是有德勤 但还包括了像Apple啊 Google啊这样的科技公司 那可以看到他们从事的工作 还有比如说分析师啊 产品经理啊 那么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心理学专业 这个其实跟前两个专业 就不太就就不太一样了 属于一个稍微小众一点的专业可能 那心理学专业的学生 也是来自伯克利的毕业生呢 也有到高校就是工作的机会 那比如说他们可以做研究助理啊 或者说做一些这个临床研究的工作 那么总体来说呢 就是文科专业的这个职业发展的前景啊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数据可以展示 就是看一下这一页上的这个图表 这个呢是来自乔治成大学 今年五月份刚刚发布的一个 关于近年的年轻人职业发展的最新的研究报告 那这张图呢 上面的数据其实显示的是 所有本科的本科学位的持有者里面 找到一份薪资稳定的好工作的 毕业生的专业分布 那就是说哪些专业的毕业生 更有可能找到薪资稳定的好工作 然后哪些专业的毕业生 找到这样的工作的概率稍微低一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这个占比例最高的 就是也毫无疑问啊 就是目前还是Stanway的专业 那紧接着呢 像我们刚刚其实也有看到这样的趋势 就是健康行业相关的专业 也是比较容易找到这样的 薪资稳定的好工作 他这个表述的是share of good job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啊 就是说总体占的比重比较大的 并且这个share of good job 就是找到好工作的概率比较稳定的 是中间的这三列有标注一下 中间这三列就是商科和传播类专业 然后社会科学类专业 还有这个教育和公共事务相关的专业 那从我们可以从具体的数据上再来看一看 这三个类别的专业合并起来 也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文科专业 找到一份这样稳定的 比较稳定的好工作的概率 都其实在70%左右 距离前面这个三位专业的 78%的概率 其实差距并没有太大 那我觉得其实这对于就是大多数 比较追求长期稳定的发展的 想要学习文科专业的学生来讲 那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那我们下面可以看一看 就是说具体呢 有哪些行业是适合文科专业的学生从事的 这些行业 首先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管理咨询 战略咨询 这样的这个行业 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啊 也非常普遍的一个文科生的职业方向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张图上面是UC Berkeley的毕业生 他们所有毕业生中从事咨询或者分析师这个工作的行业的专业分布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 最多的其实还是经济学专业 那后面呢 后面排的有比如说 Political Economy啊 就是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科学这样的专业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就是因为这个其实这些文科专业啊 我们刚刚提到的 比如说经济学啊 政治经济学啊 这些专业其实他们倡导的这种 国际思维啊 批判性思维或者说 还有创新性思考啊 这些都是和咨询行业的这个业务特征啊 或者说他们要求的这些能力 非常的匹配的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除了咨询行业呢 我们其实还法律行业啊 也是很多文科专业的学生 这个会选择的一个职业发展的路径 那其实因为 可能有的家长会了解到说 其实进入法律行业呢 其实像要就读法学院 那法学院的申请呢 其实对于本科生的专业 没有太多的要求或者限制 也并不是说你必须要读 比如说pre-log或者说 什么专业才能 才能去申请法学院 法学院的这个招生 在评估学生的这个能力的时候 他更注重的是 比如说你的写作能力啊 分析能力这样的 那所以说因为有提供这些 和这些能力匹配的训练呢 那文科专业的学生 就是在申请的时候 会更有优势一点 那如果我们再讲具体一点的话呢 就是其实申请法学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啊 就是和SAP的成绩 那这个考试 可能如果有家长了解的话 它是一个公认 非常非常满的考试 那原因就是因为 它是一个对于短时间内 就是阅读复杂文本的要求 非常高的考试 就是因为时间非常有限 那文本的信息呢又比较庞杂 或者说信息密度很大 所以说对学生的这个阅读能力啊 理解力啊 短时间内的这个信息处理的能力 也是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学生就是如果在大学阶段上的 所有这个对阅读理解能力 分析能力 我们刚刚提到了 还有这个批判性思维 对这些有训练或者说 有要求的课程 那在这个时候就会非常的有帮助了 那这张表上面的信息呢 其实是按照专业划分 乐下的成绩和法学院的录取率 从高到低排列的这么一个数据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 最高的是政治学专业 然后其他这个榜上面还有比如说心理学啊 历史啊 哲学 传播学 社会学等等 那我们其实从这一页的数据上面能看到 这是这个耶鲁的法学院 2021级的毕业生 他们的毕业薪酬的这么一个统计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表格上面看到 其实从事法律行业的收益 也是比较可观的 就是说啊 这张表上面有有有显示哈 啊 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 他有三个数据啊 有一个中位数 有一个平均数 然后还有一个啊 75%的percentile这么一个值 那我们看中位数是94,000美元 平均数 平均薪酬是136,000美元 那最后 薪酬最高的25% 25%的毕业生 他们的薪酬至少有215,000美元 这个是 这个是class of 这个2021级的毕业生 那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数据 就是说可以看看 文科专业的毕业生 进入法律行业之后 他们的这个 长期的发展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那适合文科专业的学生 如果通过本科期间的 就是比较优秀的表现 进入了排名靠前的法学院 他们的职业长期发展 就是也非常乐观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 我们这个这一页上的数据 显示的是来自这个 法律行业猎头 叫Barker Gilmore 他们最近发布了一个 2022年公司法务薪酬的报告 那这里来自这个 最新报告的数据有显示 就是说 无论什么职位的公司法务 毕业于 Top100法学院的 被调研者 都有更高的薪酬 那就是说 比如说 大家工作经验相似 或者说 qualification也比较相似的情况下 毕业于排名前100的 法学院的 法务的薪酬 仍然要高于 毕业于不是排名前100的同行 也就是说 如果文科专业的学生 能够在本科期间 保证一个在学校 比较优秀的表现 然后毕业之后 就是进入 排名比较靠前的 法学院的话 那毕业之后的收入增长 就是仍然是比较稳定的 我们最后还要 就是需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 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些 关于文科专业的 发展前景的内容 就是适用于的是 社会科学类专业 和少部分就是 提及的人文学科专业 那就像我们刚刚 就是最前面介绍 大学是怎么区分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时候 提到的 就是不管是从 领域的理解啊 教学的目的啊 还有教学的方法 课程的设置这些方面 那其实目前 在这些方面 都还是有存在着 比较大的差别 那我们会说 想要学习 人文学科的专业 就是比如说 想学艺术啊 想学文学 想学历史 想学哲学 这些专业的同学 如果有就业的需求呢 最好还是同时修一个 就是比较理科 比较偏三类专业的学位 那比如说 通过double major啊 这样的方式 就是能够保证自己的 technical技能 就是hard skill和soft skill 就是是全面发展的 那这样呢 可以为毕业之后的选择 做好一些准备 那我觉得 在这一部分分享的最后呢 还是想要借用巴菲特 他今年在股东大会上 这样说的一段话 我觉得也非常的应景 他就是 他说的是 人最应该为自己做的事呢 就是让自己 在某一件事情上 做到极致 那他认为的是 最好的投资 当然永远是投资自己 因为真正的技能啊 不管是什么样的技能 他永远不会因为通胀而贬值 不管选择什么专业 需要把自己 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做到极致 那这样才能带来的是 长远的稳定的发展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究竟什么样的学生 适合学文科 那这个问题 由于就是 我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 有这个 从应用数学专业 转到英文文学专业的 这样一个经历 我就是 其实对 适不适合学文科 这个问题 还是 自己有一些思考 有一些感触的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首先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啊 第一个我觉得 必须要明确的一个点 就是说 如果想要了解 学生到底适不适合学文科 那必须必须 最先要明确的就是 你不是因为 觉得自己不适合学数学 才选择文科专业的 对 就是一定不能因为说 我不能学数学 或者说我不敢真的学数学 那我选一个文科的专业 那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 首先学科之间的 这个互动越来越多啊 那很多的这个 社会科学 人文学科 也会包含 包含就是统计 或者数学方面的课程 或者说 也会借助这样的技术手段 我们其实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 通过学习文科 逃避学数学 这个已经完全走不通了 这条路 就是躲不掉了 那其实更重要的是 就是如果你单纯 就是因为逃避自己 不擅长的 那你其实就是没有考虑 自己真正的优势在哪里 或者说自己和自己 真正匹配的领域啊 职业发展啊 这些路径在哪里 那其实就是没有办法 在申请中和长期的发展中 就是发挥自己的长处 那其次呢 我们要判断的就是 学生现在已有的这个skill set 到底就是适不适合学文科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哈 就是说这个学生 他是不是喜欢阅读和写作 那因为不管是人文学科 还是社会科学呢 学术交流的这个主要途径哈 除了是上除了上课之外 那就是读论文读文献 那不管学生自己最终构思的呢 是什么类型的研究哈 那他们对于学科现状的这个了解 学习还有这个方法的学习 其实呢 必须是要从这个阅读大量的经典文献开始的 那其实在这个阅读的同时呢 写作会帮助学生 就是在就是非常迅速的吸收 大量的新的知识的同时呢 理清自己的思路 如果说到学术交流 其实我个人就是认为 学习文科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呢 就是喜欢交流或者说善于交流 就是有教最重要的就是 其实有交流的意愿 那我们今天有提到说 学习文科呢 会锻炼人的沟通能力 那反过来说呢 良好的沟通能力 其实是会非常非常大的促进 文科专业的这种学习 刚提到了就是文科对 大量阅读和写作的要求比较高 那大家可能就是会有一些 对文科的刻板印象啊 比如说啊 那我学好文科 其实就是需要多读多写 那我就是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一张桌子 一个笔 或者说就是我其实稍微nerly一点 那也没关系 我还是一个好学生 但其实呢 就是学习文科的时候 和同学啊 和教授啊 其实甚至是其他的专业的学生的 日常交流呢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这种交流呢 首先就是可以开困你的思路 然后你会在自己 就是本来在思考的问题上面 会发现新的这个角度 然后同时的话 就是对进入到高年级学习的 这个学生来说 这种学术上的这个networking 就是和职业发展类似啊 就是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这种交流 后续带来的是 有趣的 就是比较有趣的研究机会啊 或者说行业里面的这种 实习的机会啊 那还有就是 想要继续钻研学术的同学 就是想读研 或者想读博的同学呢 他们可以这样得到教授的推荐 我们其实刚刚 就是有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 他自己现在本身是在社区大学就读 那他重计很好 非常好 就是全A的学生 然后他自己也非常非常热爱心理学 但他自己其实就是 没有计划 没有真的计划过 就是上课之余 还能从事 哪些就是科研活动 那我们有进一步 就是一步一步的帮他规划 包括怎么找科研的资源啊 怎么选择教授啊 怎么联系 怎么和教授写邮件 怎么写邮件 就是reach out 这个这种研究的机会等等 那最后在我们的帮助下 然后也通过他自己 因为对心理学真的非常有热情 然后积极的和教授沟通 或者现在获得了这个 能做研究 然后还有可能就是 未来可以在学术会议上 展示的机会 那就是因为这样的机会 对于本科生来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 那所以我们就是 可以说学习文科的时候 就是不能闭门造车 因为只有你主动的去 主动的去和人交流 你才能就是得到这样的资源 找到这样的机会 那其实呢 选择文科专业的学生 那我们在高中阶段 涉及到的规划 活动啊 然后申请最终的材料 可能也会有 呈现的不太一样 那比如说教授官呢 在遇到就是说自己 以后想在大学里 学文科的申请人的时候 他是有可能会对你的 申请文书啊 或者说你这个 supplemental啊 这些的文字的材料 预期比较高的 这是有可能的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 选择这一类专业的学生 他们一般比较常见的 这个课外活动啊 就是说参与学校的校报啊 schoolpress或者说做yearbook 等等等等这些 但其实呢就是 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 比如说活动 比如说文科类竞赛 那可以去参与 很多也是就是为高中生 设计的竞赛啊 然后我们也有一些 也有关于就是针对文科类 竞赛活动的这个资源库 然后里面有包括 比如说社会科学类的啊 然后这里面就是有的 也是科研类型的竞赛 嗯还有文学类的 还有写作类的 传媒类的等等 那我们在向学生推荐之前呢 也会对这些活动 做一个更新和评估 那也会对学生的 这个整体的情况啊 做一个分析 那让学生通过 就是参加这些活动 那提升自己的同时呢 就是有一个个性化的 这个学术活动的设计 那能够通过这些活动呢 给招生观展示一个 就是比较立体的 比较多元的这种学术的热情也好 然后申请人的形象也好 然后最后可以提升 目标大学的录取的概率 那最重要的一点 最后一点就是 确定自己 适不适合学习这个专业 必须要考虑到 自己的实际 就是现实的需求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虽然文科专业的就业前景并不差 但是至少目前呢 就是学习文科和学习 三位专业的就业 就是是真实的存在差距的 那所以说 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 那我们在帮学生参考 这个专业选择和规划的时候呢 也会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 那包括比如说 学生的家庭情况啊 自己的特点啊 优势啊 这个学术背景啊 等等等等 那如果大家需要咨询的是 比较具体的情况呢 那可以在这边扫描 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 然后加阿丽老师的微信 联系我们 然后做一个咨询 OK 那这就是我今天 所有要分享的 关于文科类的专业的内容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也谢谢丁娜老师 今天非常详尽的分享 那接下来 如果家长有兴趣 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家长群当中 接收我们的这个干货文章 和每周讲座报名的链接 那你可以扫描屏幕上 我的微信二维码 或发邀请给您 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 关于升学 或者是高中规划的问题呢 也欢迎您联系我过来咨询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周六晚八点 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谢谢丁娜老师 谢谢奥迪老师 大家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